第六 臺灣失守 東亞地區的國家為了自保 很可能就得加入中共領導的新國際秩序 或者要發展核武器 用核武來威嚇中共以求自保 到時候就會出現新一輪的核武擴張 來擴大國際社會的戰爭風險 好 我們簡單的列出這六種影響 其實就足以說明臺灣對美國的利害關係 以及對國際秩序的重要性 所以 臺灣有事 世界有事 棄守臺灣 全球不安 這不是誇大的口號 而是務實的警告 因此 如果中共真的誤判局勢冒險出兵台海 那麼就一定會遭遇來自美國和日本 甚至更多國家的聯軍抵抗 因為守住臺灣不只是道德問題 而是攸關各國生命的利益問題